一段时间以来,很多人担心我国的经济有没有可能出现通缩的风险呢? 什么叫通缩呢?就是通货紧缩,就是物价下跌,而且持续性的下跌。 确实,11月份的CPI指数已经是负的了,大量的生活物资的价格都在下降。 此前的节目我们跟大家聊过,物价上涨当然不是好事, 但是物价长时间的下跌,陷入到通缩快圈啊,这也不是好事。 咱们邻居日本过往30年通货紧缩,所以30年来日本经济停滞不前, 从人均GDP是我们的百倍之多,到总量被我们赶超, 再到今天,我们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4倍5倍之多了, 日本原地踏步了30年等着我们,而且还会被进一步的甩到后面去。 很有可能今年日本的GDP总量会被德国超越, 而日本人自己都发出哀嚎说,日本今天已经站在发达国家的尾部了, 人均GDP上,日本已经排在这一期国家的末尾了, 日本再也不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了, 而且从今年开始,日本经济倒是不通缩了, 日本物价倒是涨上来了, 但是日本可能会陷入到比通缩还恐怕的境界之中, 这一两年以来,日本物价都在上涨。 我们经常说,美国物价上涨,但是美国人不怕, 为什么呢?好歹美国在物价上涨的同时呢, 美国政府发钱啊,美国物价上涨就是美国政府发钱发出来的, 而且美国人在加工资,换句话讲, 持续的通胀呢,倒是使得美国经济极为强劲, 这也使得啊,这两年来,中美之间的GDP差距不但没缩小, 反而扩大了。 可是,日本不是这样啊,美国的通胀是主动为之的, 是美国发钱发出来的,日本的通胀是被动的, 是美元输入所带来的。 所以,日本面临的问题就是,物价在飙升, 而工资一点都不涨。 两年以来,日本人感觉到, 超市之中几乎所有物品的价格都在疯狂的上涨, 牛奶面包蔬菜水果肉类通通在涨, 而日本人的工资基本就没涨过, 这就使得日本普通老百姓的购买率急剧下降, 生活水平当然大不如前。 过往30年,我们一直说, 日本是个超稳定结构, 一个日本普通年轻人能赚多少钱, 那基本都是固定的, 20多岁一年挣200多万, 30多岁一年挣300多万, 40多岁一年挣400多万, 当然都是日元啊, 虽然工资不怎么上涨, 但是好歹30年来, 日本的物价也超稳定, 这使得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还不错, 可是今年以来, 日本人真是吃苦了, 甚至有日本人把今年和20年前的超市价格表拿出来了, 一对比, 几乎所有物资价格都在上涨, 当然有人要说, 咱们中国要拿出来的话, 那个涨幅恐怕比日本大多了, 但是大家别忘了, 我们是物价飙升的同时, 工资也在涨啊, 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现在一个月, 大概能赚三五千块钱吧, 可是20年前, 你能赚多少钱啊, 20年前, 一千块钱就已经是高工资了呀, 而日本不是这样啊, 日本的问题在于20年前的工资和现在一样, 而购买力大打折扣了, 为什么会这样呢? 突出的原因就是美元通胀带来的, 美国为了治理本国的通胀, 连续十几轮加息, 这导致美元变得极为强势, 而另一方面呢, 我们知道日本经济30年通缩, 在通缩状态之下, 刺激经济都来不及呢, 哪敢加息啊, 所以眼睁睁的看着美国不断的加息, 而日本央行不减息就不错了, 因此美元强势之后, 美元对日币急速升值, 高峰的时候一个美元能兑换150日元以上, 日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, 日本国内地穷人贫, 没有资源能源原材料, 所以日本大量的商品, 食品都是进口的, 美国那边本来物价就高, 你日元对美元又有大幅的贬值, 所以日本从海外进口商品能源, 就要花更多的钱, 最终这要体现在终端零售消费上, 油价涨了, 那你日本老百姓家有得多花钱啊, 从美国进口的牛肉价价涨了, 那你的鸡野家牛肉饭就得涨价呀, 所以经过多轮的传导之后, 导致今天日本陷入到一个物价持续上涨的怪圈之中, 而由于日本企业的利润没有增加, 所以他们没法多给开工资, 而且大家知道吗, 对于日本来讲, 更麻烦的事还在后面呢, 为什么, 过往几十年间, 日本虽然陷入通缩的怪圈之中, 但好歹啊, 日本出口还是很有利的, 日本的商品卖满全球, 都是品质货的代名词, 甚至有些中国人还天天赞扬人家日本货有匠人精神, 大量的出口呢, 是能够维持日本有经济收入, 经济不垮的, 可是过去这两年来, 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, 日本已经连续22个月出口逆差了, 最开始的出口逆差呢, 可能还只是因为啊, 能源价格飙升, 原材料价格飙升, 你得花更多的钱去买, 你的进口多了, 所以你有出口逆差, 可是接下来的问题就会是由于日本的生产成本在增加, 所以日本出口商品的竞争率在变弱, 那么下一步就是出口减少导致逆差了, 这才是更加可怕的, 几十年前我们说日本的电器在全球售卖, 后来我们说日本的手机, 日本的笔记本电脑在全球售卖, 可是现在这都已经是过去时了, 尤其是今年啊, 从今年开始, 我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的汽车出口国了, 我们一年就会出口超过500万辆车, 而且未来我们会要走一个量价提升的路子, 什么意思, 一方面我们出口汽车的数量越来越多, 另一方面我们出口汽车的单价也在不断提升, 我们不单会占领中低端市场, 甚至未来中高端市场我们也能拿下来, 大家发现没有, 最近国产的几大电动车品牌, 纷纷都推出了50万以上的车呀, 这说明在高档车领域, 我们国产品牌也能分一杯羹了, 而我们率先抢夺下来的不就是日韩车的市场吗, 尤其是相比于韩国车, 日本车的风险更大, 为什么, 好歹人家韩国车它是有电动车的呀, 韩国的电动车品牌在北美的销量还不错呀, 日本行吗, 日本七大汽车厂商手中根本没有拿得出手的电动车品牌呀, 所以这导致未来时间不在日本那一面, 现在日本就已经沦落成第二大汽车出口国了, 汽车已经不是日本出口的拳头产品了, 再过五年, 再过十年呢, 那个时候真像丰田张荣说的那样, 日本的汽车产业这根经济支柱是有可能被折, 折断的, 而且风暴到来的肯定比他想象的要早, 我国的电动车渗透率到明年下半年有可能就会达到50%, 我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可能有一辆是电动车, 这个死亡交叉点会迅速的到来, 而别的全球其他细分市场呢, 电动车的销量一定会越来越多的, 所以日本汽车产业走向末路, 那恐怕真的就是这三五年的事, 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拳头产品出口, 本国呢又缺乏相应的资源能源, 日本和俄罗斯是真的不一样啊, 俄罗斯表面上看经济不是很强大, 人均GDP跟我国差不多, 但是人家俄罗斯是真的有硬货的, 人家有能源, 石油添加器, 人家有粮食, 人家有重工业产品, 人家的经济真的像一个堡垒一样, 而日本的经济现在已经越来越脆弱了, 尤其是日本人自己还不好好调整吗? 明知道电动车时代的到来对燃油车是致命打击, 可是日本七大汽车厂商还是不敢孤注一掷去研发电动车, 那么自然只能等着他们慢慢被这个时代所抛弃, 而另一方面呢, 日本政府其实早在几年之前就提出来过, 要用旅游业来绿国, 说实话, 很多中国人是挺愿意到日本去旅游的, 离得近, 拥有相同的文化传统, 饮食结构, 而且日本又是发达国家, 所以到日本去旅游啊, 本来是件挺惬意的事, 日本政府也做出规划, 希望每年吸引几千万中国人去, 这能带去多少钱呀? 可是一场排河污水, 我觉得真的把很多中国人的赴日之旅, 这个愿望彻底打破了, 日本排河污水之后, 我国政府马上给了迅速的反制, 到目前为止, 所有的鲜活日本海产品, 我们通通都不进口, 日本那边倒是说, 好吧, 中国不买, 我们把这个扇杯卖给韩国, 卖给欧盟怎么样啊? 还做出了详细的规划, 结果人家韩国也马上表示说, 不行, 痴心妄想, 我们会加大检验检疫力度, 坚决拒绝有问题的日本扇杯的进口, 包括最近连续两次啊, 日本近海出现大量的死鱼, 密密麻麻呀, 看上去, 真是让大家触目惊心, 日本官方给的解读是, 这些沙丁鱼在深海之中遭遇到了金枪鱼的袭击, 他们害怕拼命的游向远方, 最终来到了海岸线, 然后搁浅了, 所以出现了大量的死鱼, 可问题是, 很多人都觉得, 这会不会和排河污水有关啊? 即便以往偶尔也有这种大量死鱼的情况, 可是不像今年那么密集, 另外咱们这么讲吧, 很多人是宁可信其有, 不可信其无的, 即便你真的这多次的死鱼事故啊, 和排河污水无关, 但是你架不住很多人觉得, 我凭什么要当这个小白鼠啊? 既然我感觉到你排河污水有可能有问题, 有可能对海洋, 对生态造成影响, 那我干脆我别吃日本海鲜, 我别去日本旅游, 那不就算了吗? 所以日本的相关产业, 以及日本的旅游, 现在是大受打击啊, 周边这些国家, 在深受其害之时, 又怎么可能愿意到日本去旅游呢? 所以日本现在多个经济支柱产业, 都遭遇到严重挑战, 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支持率, 甚至已经降到了百分之十几, 很显然, 大量的日本人对他的执政也是不满意的, 既不能因应时代变化, 做出产业调整, 使得日本经济昂扬重启, 又偏要把这个河污水排出去, 就为省俩小钱, 结果有可能造成全球的灾难, 和周边国家的反目, 日本政府这样的拉垮决策, 难怪日本经济是一天不如一天啊, 赵旅拍案, 本回书着落在此,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,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。